工信部副部长11月6号 雄继军在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分论坛指出 工信部接下来将编制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指导意见 研究加快推动商用车电动化的政策举措 促进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 同时进一步的优化发展环境 鼓励优质企业兼并重组 做大做强 推动提高产业的集中度 会同相关部门打击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感觉这个新力出好像又该利好我们的新能源这块了 我们也来问一下我们的辉哥 对于这条新闻您的一个看法跟解读 我认为整体来讲 电池的回收 因为本身它是有第一代第二代 或者说整体的迭代 回收的一个政策 我认为并不会完全刺激 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 就是我们要知道下一阶段新能源车也好 或者说它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那么2025年可以确定 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特斯拉的FSD 完全自动驾驶 它能够真正的落地 对不对 我们看到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是什么 无人出自车死 对不对 武汉那边的落地之后呢 整体炒出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小平 小鹏汽车的这个什么飞行汽车 对不对 包括低空经济 所以说来讲的话 我们要盯盯的是什么 明年2025年 整体而言的话 可能会给新能源车的车企 或者说地方的财政的收入的第一大来源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低空经济 对吧 我们所说的像天空要GDP 是不是 所以说来讲的话 近期的政策在一系列落地 包括一些腰股 一系列的上涨的这些品种上 或者说油资品种上上涨 都是集中在什么 低空经济 以新制生产力为代表的这方面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趋势 这其二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所说 那下一阶段的新能源车的技术路线 到底是以换电为主 还是以固态电池为主 还是以FSD自动驾驶为主的 这个其实是我认为下阶段我们要考量的 因为这个阶段也就从2021年开始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整体的 从我们所说的渗透率 从零到十 从十到三十 从三十现在五十以上 它主要是什么 大彩电 大沙发 包括有的这个车还配着什么 马桶 对不对 还配着什么冰箱 彩电 是不是 都比拼的是一些内饰 比拼的是一些所谓的豪华性 所谓的空间性 所谓的价格的便宜 是不是 那好了 2025年 比拼的我认为并不是所谓的大彩电 大沙发了 不是配置了 而是是不是自动驾驶 因为搅局者特斯拉又来了 所以说来讲话呢 从技术路线上 我们要紧盯FSD 特斯拉 它这块 在我们这边的落地 明年2025年 这是其二 我们要紧盯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低空经济 从整体的这个趋势上 有没有商业化的落地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当然在近期我们看到 市场在考虑的是什么 比如说赛利为主的 因为本身和华为是合作单位 所以说来讲 按照特斯拉之前的这种 汽车型的企业 直接可以生产什么人性机器人 那我们也是不是要关注一些 哪些企业 或者说就是以华为为主导的 这些上下游开始研制 我们自己的人性机器人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有的 那么只有是从什么 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企 可以直接转为什么人性机器人 无非就是这个钢筋啊 板筋啊 变一下 无非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嘛 这就是三条路线吧 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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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